中老铁路 正值中国暑期旅游业金如万寂 近日记者在云南西双版纳曼长村看到 这里的乡村旅游被周老铁路带火 村庄距离野象谷站不到一公里 不少游客在野象谷景区游玩后 便会走进这个歹足传统村落 各种就是歹足非物质文化遗产 将近在我们在此的话有18项吧 最突出的话就是有手工曼轮自韬 还有那个资景就是逮景的嘛 各种形式的摆放在我们逮住的吊脚楼底下 每家每户的话会做什么手工艺 都是要展示在楼底下 所以的话外面的客人进来的话 都是可以体验的 中老铁路开通以后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利益 近年来 孟长村凭借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吸引游客 自中老铁路开通后 来孟长村的游客越来越多 目前村里已经开了13家农家乐和24家民宿 距离孟长村不远的孟厅村则呈现出另外一番热闹景象 孟厅村以种植水果为主 村民正在把打包好的火龙果装上车 中老铁路在野象谷站设有货产 水果搭上火车一天之内就能运抵外部主要市场 铁路开通之后 我们运到火龙果运到亏民 到市场 对我们的村民的收入 有方便 IT介绍 用汽车运输火龙果每吨运费是350元 用火车运输只要200多元 中老铁路降低了火龙果、芒果等水果 向外运输的时间和成本 据了解中老铁路中国段连接起云南省的昆明、玉西、普尔、西双版纳 所经之处生活着汉、仪、哈尼、基诺、呆等多个民族 中老铁路的开通为中国西南边疆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同时在中老铁路老窝段 铁路的开通也为沿线老窝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